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我是潘大师,观察,图兔毛女 毛女,油拆,古董家,佣兵,打的是雕刻夹,那还不错,这套这种打雕刻夹 这毛女如果不撞脸的话,我觉得穷子还蛮有的,打得修机快 然后能救人,有一定的打架能力,挺不错的 上来的话,这边找到了油拆和毛女,看到油拆了,那这边的话一个夹 交互夹,这边是没夹住,然后掩护一手油拆离开这边 古董商这波的一个发挥其实作用挺大的,因为他这两棍子,当然不是开黑啊 所以说这边油拆没有走,油拆如果能走会更好一点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发现还是找这油拆了,这边应该是刚刚看到这边足迹了 那这种肯定是抓油拆的,有油拆抓肯定抓油拆,不可能去抓这个古董商的 作为观察来讲呢,可惜的一点就是没有看到他抓毛女啊 其实我们还蛮喜欢看抓毛女的这边狗,没咬咒 古董商这边的话,对于这个队友是非常的保护啊 再来看这边的棒怎么甩,还是说古董商这边是想折回来来修这边废墟的机子 我本来以为古董商这边想再给他来挤棍子,那也行嘛 油拆这边的话拉点,拉到医院还可以啊 回身的话这边看情况要不要再放只狗,朵夹没能成功,一夹一刀 他倒的位置可能还是要往这几,哎呦,这几夹夹的还是比较舒服的 那这波有点亏的就是如果说当时油拆不出来直接上那个医院二楼会不会跑一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油拆出来很有可能是因为看到他这边毛女的一个马迹在修啊 他不想看到毛女的马迹 所以说油拆这边选择拉出来了 打一刀古董商,这边古董商将人救下来 然后古董商没有棒子保护啊 妈,想交棒子 但是身位好像不够,但这把的话球子有点崩了 说实话有点崩了,这机子是不够的 除非你这边古董商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挥 把这个人打下来,并且保走 这一棒子打意义不是特别大 两棒子效果约等于0 佣兵这边的话卡着古董商这边吸引火力 佣兵能不能偷一波人 但是雕刻家这边是感觉到了 嗯,机子主要不够啊 然后呢,球主这边的话古董商的棒子 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没有人能够再保护这个油拆了 真没有人能再保护这个油拆了 这油拆应该是一具尸体的 这油拆是要被挂飞的 我们算了球主的米马迹 这边古董商应该还要再来一棍 没打到,没打到 那这样的话,油拆这边应该是总量 我们来看一下米马迹的话 总量来说还差两台 那这个局是个四杀局了 这总量还差两台 外面古董商,佣兵都是败血 雕刻家手里捏一个闪现 见谁不是秒啊 见谁都得秒啊 这边的话如果看到 图兔这边的米马迹在抖动 那这局如果抓图兔呢 我觉得球主这边 哎呦,直接切传送 传送落地过来管米马迹 找到佣兵 古董商也看到了 那这边是选择回身过来 管古董商压米马迹 可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当时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这边雕刻家 抓毛女 毕竟毛女是满血嘛 其实牵制力要比外面的 佣兵和古董商更高的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 这个话人应该是挂入地下室了 把佣兵这边状态剥好 我们来算一下 机子现在总量加起来 还差1.3左右 佣兵手里又没有剥命了 这个时间是不够的 这时间真不够 佣兵这台机子能修完吗 修不完啊 这边的话应该是挂上人以后 投坟场去找佣兵这边废墟的机子 投的是毛女的机子 没投到 这波啥都没投到 佣兵这边 可以考虑去救人 因为毛女这边离这台机子也不远啊 毛女这边是可以考虑什么的 就是 佣兵这边可以考虑就是让毛女来补 压满救 其实佣兵得突破 佣兵得过去 然后这边的机子放出来 这样的话呢 他的一个站 对抗的区域会在小房附近 毛女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点 毛女来说会更安全一点 然后佣兵救人也会更稳当一点 其佣兵早点过去 救人会更好一点 这边的话雕像 再等一波雕像 好的 还有一组雕像 还有一组雕像 能拦住吗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 最好是让佣兵早一点来啊 因为这边佣兵 确实他这个距离有点远 然后晚一点来呢 你的一个位置是比较固定的 佣兵这边有一个不必的机会嘛 跳步必走 那人先挂飞 毕竟毛女这边量玩机子 他有个时间点门 平局的可能性很小 平局的可能性很小 我先坟场 看一下人的一个位置 那我手里还有个传送 那这波传送过来 这边是没有人的 毛女这边的话 要在中场稍微压一手 这把只能看 毛女中场能不能站得住了 哎呦 我这位置被看见了 他其实光给耳鸣 不给身位 不给看见的话 可能还行 来土兔 一夹 两夹 那还差一夹 土兔的话 这边有可能带飞轮的 不对 他好像是刚才有大心脏的效果吧 因为他之前是吃过一个雕像的 我想不起来 他有没有刚刚那个血线 有没有回上了 但无所谓了 佣兵这边的门能开掉吗 开了 如果说佣兵当时提前过去救人 我觉得可能会 平面更大一点点 但其实你说真的要大多少 我们可能就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就提升百分之五 也不会特别大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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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